疫情延燒 现在确诊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尤其是快筛阳性就等同于确诊 现在有很多民众自己在家里 快筛发现是两条线就很紧张 急着要重去急诊做PCR 一次就呼吁了 千万不要有三大的防疫迷思 是哪三大呢 包含了第一个 没有肯定确诊之前就先冲急诊 这样子呢 反而可能压缩到真的需要的人 他们要用的医疗资源 再来急诊不给 就改去门诊 其实这蛮危险的 除非你是去看COVID-19的专责门诊 否则呢 如果你没有搞清楚状况 就去一般的门诊的话 可能会造成感染的风险 再来小朋友也可以服用急救药包 要特别注意了 小朋友的分量 其实跟大人都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幼儿调配的药品 应该要谨慎使用才对 如果为轻症的话 那就多休息多喝水 然后多观察 让免疫系统发挥它正常的作用 但是呢 如果有明显的呼吸急促 甚至开始脱水的时候 那么千万不要大意了 赶快赶快前往儿童防疫门诊 去做治疗 但是我们但也看到的是 很多人就说了 如果我不去做PCR 不去看医生 那我防疫保的还有用吗 医师就说了 其实保障民众的权益 这个保险公司两年之内 你只要拿着诊断书都有效 其实呢 你只要拿下这个APP里面 有确诊的证据 先把它截图下来 其实两年之内 都可以来申请防疫保险的 那么如果快山洋 当有以下的症状 你才需要去做PCR 包含了发烧或高烧 呼吸道的症状 或是你觉得 闻不到味道了 吃东西也吃不出味道了 不明原因有腹泻的状况 那么可能 就是新冠病毒找上门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建议你 赶快赶快去做PCR 比较保险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